终于详谈深入实时话题 11月12号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 150岁的生日 在他的理想跟他的一个思想架构 实现了105年之后 到底国父思想是一个理想 始终还是在一个摸索的理想呢 还是已经在实践了105年以后 在中国历史上定立了一个新的坐标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在民国105年庆祝国父150年的诞辰的今天 我们特别为各位请到台大 台湾大学政治系 以及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 格永光先生 也是我当年的同学 对 好朋友 很高兴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来 我想我刚才大概已经提到一个民国梦 你觉得国父的民国梦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个具体的轮廓 给我们一个概念 国父的民国梦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架构 是这个主持人 这个巴家兄 你好 还是音之焕发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父的民国梦 我们都晓得这个国父从创立新中会 在檀香山创立新中会 到这个在东京建立这个同盟会 他始终这个建立这些组织的宗旨 就是要驱出大陆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前 所以建立民国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旨 那我们晓得当时是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 清朝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 那么因此他要建立的民国梦 就是要 我们其实看于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是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 民智 民想之 民主 共和国 所以他要建立的一个民国 就是不是君主专制 是一个民主共和国 那这个民主对孙中山先生来讲是什么呢 就是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孙中山先生讲过 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人 不是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上 是掌握在四万万人身上 那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主权在民 那孙中山先生讲的主权在民是什么呢 他又讲了权能区分 老百姓要有政治罢免创制复决 你是政治学的专家很清楚 所以这个主权在民就是 老百姓可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这四个权 这四个权老百姓就可以控制政府 共和是什么呢 他讲的共和 因为孙中山先生在 谭香山待过一段时间 其实他受到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影响蛮大的 所以当初他讲的共和制度 我们现在当代政治学讲共和就是 不是君主制 你看英国日本 他是虚君立宪 我们还说他不是共和国 他是君主制可是像我们台湾我们的总统是老百姓选出来了 他不是君主所以我们是共和制度 可是当时孙中山先生受到美国的影响 他讲的共和比较接近现在所讲的代仪政治 就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政府官员也好民意代表 尤其是国会议员由他们的代表我们去监督政府 所以民主共和制度呢就是一方面他希望建立的这个民国权力 是在人民的手上国民主权 另外这个制度不是君主专制 是一个代仪政体 如果有健全的代仪政体 权力又在老百姓的身上 而最重要的是不管是政府官员民意代表都要天下为公 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 这样才是他的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 您就提到你刚才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听的时候 这是一个理想 我知道他们他是在他的很多的思想 很多的像建国方略还有三民主义很多都是他在大英博物馆 也花了不少时间去读书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思想家 他的这些思想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一路下来 您觉得经过105年始终是一个理想的 还是已经具体实施了哪些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觉得哪些是已经具体可以给后台看到的一些成就 还有哪一些是到现在还是一个理想 对 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讲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 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那你在政治制度上要有一套设计 所以孙中山先生要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民国 他就有一套政治制度的设计 我们政治学这些年代流行讲这个制度的选择 你一个国家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对自己国家才是最有利的 那个比如说 那我们刚刚讲说 主权在民 那孙中山先生把选举罢免创之复决 这个权都交到人民的手上 那今天在台湾 中华民国的老百姓 已经拥有了选举罢免创之复决 从总统到基层的村里长 都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 所以就主权在民来讲 当然孙中山先生的这个 这个理想是在台湾是实现的 当然还有缺点 那我们以后再说 另外比如说这个五权宪法的制度 孙中山先生在讲这个民主共和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共和很 共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西方是三权制 但是他说中国要用五权制 因为考试跟监察制度 是我们中国政治传统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那这个五权之间呢 你刚刚讲其实有时候是理想 你说政治人物都要天下为公 不太可能 政治人物都是私心比较重的 你自己选过议员了 但是我们要设计一个制度 来控制他的野心 这个就是制度上之间要制衡嘛 对不对 你今天做总统权力也许很大 我没有东西来制衡你的时候 你的野心暴露出来 你的钱都存到瑞士银行里面 那还得了 所以我这个制度上要制衡你 国会要制衡你 对不对 还有刚才讲的人民的权力要制衡你 每四年改选一次 你做不好我把你换掉 所以这个五权之间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 这个监察五权之间 他互相是分权制衡 也就是说你刚才讲 这个制衡的关系 这个就可以控制一些 可是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你重复了提到 这个制衡的 就是监管的 就监察院 跟国会 就是立法 我们的立法院 您觉得这两个权在实施了105年 其实我们五权宪法真的也就是半个世纪 就60几年了 就到台湾 到台湾落实了以后 那你觉得监察一直在 无论是在学理上 或者学术上 或者是在实际的政治上 始终立法监察院 跟立法院之间的角色的分配 你觉得在 您自己是监察委员 您觉得您如何去跟 去解释 就是说监察院跟立法院之间的权力 到底角色上怎么分 因为事封是重叠的 这个我以前 支持五权宪法 是因为我在学理上 我相信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对的 这是他一个创新的发明 可是我做过监察委员以后 我更加主张说 五权宪法 在台湾应该要继续实施 当初孙中山先生把这个监察权 从国会里面把它独立出来 就是怕他认为看到西方的议会 国会的权力太大 结果造成行政权 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推动他的政务 国会议员权力很大 你看我们立法委员多多神气啊 那如果立法委员又有咨询权 又有议算的审查权 他当然还有立法权 如果你再把这个弹劾权调查权 交给他的话 我敢保证台湾的行政部门 行政官员不要做事了 他一定要听立法委员的命令 现在已经很难了 现在已经立法权已经超越行政权了 对不对 那你再把监察院的调查权 弹劾权交给立法院 我觉得行政部门很难做事 而且更严重的是 整个这个政治制度的 贪污腐化的情形会更严重 你们也许都听过 很多立法委员早上在国会里面 骂这个部会的首长 下午就到他的这个办公室 去请托他说 有一个工程的案子 我的选区里面 是不是把这个案子交给那个公司 所以您就是说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也彰显了他的功能 就是说他不只是监察总统行政权 他是监察了立法权 他也有一定的掌管的功能 我们监察权 他除了行政部门以外 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 包括地方政府 都是在我们监察的范围之内 但是立法部门 以及地方的议会 就是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跟这个县市议会的议员 我们不能监督他 因为他是民选的 要由民意来监督他 可是 立法院的职员 包括秘书长 立法院的秘书长曾经被我们弹劾过 还有立法院的职员 还有民选的县市首长 都在我们监督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那个监察权 大概是全世界范围最广 权力最大的 那我刚才讲 其实 把这个监察权跟 弹劾权独立出来以后 让监察院单独行使 一方面是使得立法权 不至于过于膨胀 会造成政府瘫痪为了做事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监察院他因为产生的方式 跟立法委员跟国会议员不一样 那他要总统提名 总统在提名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提一些 社会声望比较高 然后道德操守比较好 他不会去威胁政府官员给你利益 所以这样子比较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民国梦实现了以后 他在未来的展望 好